同龄女性《易捷金兰》的故事 因为电影戏图绘而名声大噪的美籍华裔导演黄银担任本片导演 他在原著的基础上引入了现代的元素 在电影中增加了现代上海一对老友的故事 黄银表示我知道我必须把书本的精华采纳 因为我无法将整本书容纳其中 对书本的欣赏和尊重对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汪尹还说像这样以两位女性 尤其是中国女性的友情为主线的影片是十分少见的 中国炙手可热的女性李冰冰和韩国影星全志贤 在戏中饰演生死相依的挚友 在影片放映前一度有媒体臆测 影片讲述的是同志恋情 李冰冰则把两人的感情描绘成第四类情感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有几种情感存在 亲情、友情、爱情 在这个电影当中做表现的这种情感 要比友情多一些 但是它比爱情要少一些 但是这种爱有真真实实实的存在着 在这个世界上 这种非常单纯的、非常纯净的 很有力量的这种情感 那我觉得可以把它叫做第四类情感 一种同性爱的感情 雪花蜜扇之前在中国上映 票房表现不俗 在美国的机场适应会也获得了强烈的回响 西岸的适应会上甚至出现了观众在影片播放后 起立鼓掌五分钟的情景 雪花蜜扇将于本周五 7月